一歲小女童小臉又白又嫩 坐在搖搖椅上笑得好開心 但現在卻變成這樣 小妹妹上嘴唇大片紅腫 還破皮化膿 已經二度燙傷 看起來好痛 高雄有家長控訴 拖音中心老師虐童 說用70度熱水沖牛奶 一歲女童喝奶因此被燙傷 媽媽又生氣又心疼 家長控訴老師說詞反覆 又說女童不喝牛奶 丟奶瓶撞到圍欄 導致半瓶奶水 直接撒到嘴唇嚴重燙傷 但調閱監視器卻只看到 老師帶女童到後面半小時 監視器完全拍不到 接著女童就被燙傷 認為很奇怪疑點滿滿 家長指控女童不是第一次受傷 之前就發生耳後瘀青紅腫 這次嘴唇被燙成這樣 決定要提告 不確實有不當對待的情勢 將一兒哨法的部分 開罰托育人員六到六十萬的罰還 拖音中心解稿前尚未回應 目前社會局已經介入調查 家長只希望找出真相 別再有其他小孩受害 記者洪富人陳山山高雄 採訪報導 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還有細菌 在打架的時候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